大家好 很多花友养护硅背竹的过程中 发现很难冒新叶片 其实原因就在花盆里 硅背竹属于一个比较大型的关野植物 生长速度非常快 我们栽培的时候 用一个小花盆 根系已经布满了整个盆土 这种情况下养分稍耗殆尽 时间久了 硅背竹很难长出新的叶片 所以 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 及时的给它换上更大的花盆 提供一个更好的生长环境 后期硅背竹才会生长得更加旺盛 简单的把一些盐土去掉 给大家说一下 用的什么土壤栽培比较好 硅背竹对于土壤要求不严 不过要想它后期生长得更加旺盛 一定要选择 富含有机制 输松透气 白水性良好的 土壤 这个是 泥炭土 三份 加两份合刹 就这么简单 主要是 酥松透气 富含有机制 选择的花盆 一定要大一点 因为 龟背竹后期生长得非常快 为了让龟背竹后期生长得更加旺盛 我们栽培的时候 底肥 一定要放足 用发酵符所好的芝麻饼肥 放上洗几粒就可以了 这些七生根呢 都把它放到 土壤里面 目的就是为了让它 更好的吸收养分 后期生长得更加旺盛 因为是炒土上盆 等过上两天再给它浇水 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把它放在 阴凉通风良好的环境 缓描 这样呢 它更好的 恢复生长 好了 再见